最近的一部纪录片看见台湾 带动台湾民众的环保意识 但其实不只有国土保育 提到了保护环境 我们该做的 能做的实在太多了 这段节目我们就要带您到 美国西岸的西雅图 参观一座全美国最大的商业绿建筑 这一栋叫做布里特中心的大楼 内部的水电全部都是自给自足 它的屋顶有太阳能板 用的是智慧型窗户 还有雨水的积水槽 以及内部厨余废水系统 等于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回收利用 没有一滴被浪费 如果以人体来比喻 这一栋建筑有大脑 有循环系统还有肺 可以深呼吸 一座活生生的有机建筑物 像一个人有脑 有眼睛 有耳朵 有生命的流氓 百分百自给自足 两百五十年不用缴水电费 一场豪赌换一个永续地球梦 传统计划的计划说 你并不能把你的资源放入一半的资源 在新雅图郊区一个三角阶阔上 由于栋建筑物想要变成和一棵树一样 只依赖阳光 空气 水就可以生活 耗费两年时间兴建 耗费两年时间兴建 在今年世界地球日宣告落成的布里特中心 是全美国规模最大的商业绿建筑 整栋大楼水电完全自给自足 两百五十年年缴水电费 也要是上阳国人的建筑制 国人的建筑力 最低的建筑力 端木端在建筑物体内 就由它建筑出的建筑 建筑物体内 很容易建筑 建筑物体内 根本立法 建筑物体内 启动物体内 用于全国充满水电 使用到全国充满水电 用于全国充满水电 使用保湿的生物体 提供所有物体内 从未经过的地球 运营地 它是一個挑戰 那些房子和小小小的小學校 世紀之前 布里特中心所在地是一片原始森林 生長在這裡的道格拉斯山木 從陽光獲得能量 汲取雨水獲得滋養 都市化的過程中森林消失了 但布里特中心以有機建築的方式回歸自然 不只像大樹還要進化成像動物般 有大腦 眼睛 耳朵 這一棟充滿生命力的建築 比建築本體還大的太陽能板 覆蓋整個屋頂相當壯觀 這是布里特中心的皮膚 將太陽熱能轉化成大樓需要的電力 是因為整體能量的私房屋 想自然的主要地 也打算多大樓層 可以用大樓層的面子 放在空隙的電力 用大樓層的電力 有大樓層的層面子 在幾十年 一個最好的施機能 也要買到最高的相機 575片的太陽能板牢牢地固定在屋頂上 間隔的空隙去除厚重感 也有天窗讓陽光穿透的效果 春夏製造族多出來的電很留待冬天使用 每個空隙系統都連接了電池 將電池從電池到電池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在建築 這顯示現在電池有11500瓦的電池 布里特中心充分使用日照 除了屋頂的太陽能外 還有整個建築物大片的落地窗 它們是這棟大樓的廢和眼睛 創新的智慧型窗戶 會隨著日照和溫度自動開啟或關閉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用自然的陽光 可以看到窗戶走到窗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因為窗戶可以讓窗戶更大 讓窗戶更大 讓窗外的美景成為最好的裝飾品 所以我們必須使用電池 最少可以用電池 這是一個重要的 電池能力的需求 落地窗帶進陽光和空氣 也讓窗外的美景成為最好的裝飾品 整個大樓只有一座電梯 精心設計的木製樓梯沿著大片落地窗 西雅圖整個城市的精彩盡收眼底 我們可以看到窗戶 我們可以看到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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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發現 人們不可以幫助自己 他們在建築中 一直往往往往往往往 只能看到窗戶 然後享受窗戶 溫暖明亮的木質階梯 另外一個目的 是吸引人們多爬樓梯運動 翻過了迴轉空間 成了社交的最佳場域 我們叫它 是個採用的 人們來越來越來越多 也在理想 人們帶來越多 人們來越多 人們更能力 我們相信 人們會覺得 人們會更健康 人們會更健康 人們會更多 人們在做事 人們會很快 人們會很快 因為他們會消極 他們會受到 他們會成功 而不應該 人們會向他們 在布里特中心 没有一滴水是被浪费掉的 雨水收集槽有56000加仑容量 透过杀菌过滤系统 成为饮用水 除鱼和废水也都经过处理 再利用成为堆肥 大楼中流动水就像 人体内的血液系统 活化了整栋建筑物 我们认为我们有 世界上只有六岁的 泡泡泡水系统 我们称为人物费 会进入泡泡泡水系统 建筑主席 会变成泡泡泡水 就像你可能变成泡泡泡水系统 堆肥提供植物养分 生活污水也可以二次循环再利用 黑水系统涧水系统涨 所以黑水系统涨是平台的水平 水系统涨 最终的涨水系统涨 水系统涨 所以黑水系统涨 很多建築物刚落成时会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这些通常来自建築和涂料中许多有毒的化学物质 为了达成国际绿建筑认证的标准 要求厂商必须百分百使用无毒材料 难以想象的是盖房子会使用到的有毒化学物质 竟然高达362种 我们感觉我们会保持任何材料 会隐蔽一家人或是任何材料 会隐蔽一家人在建造物质 以水泥和木材为主体的布里特中心 水泥给予建筑坚固的结构 木材则为这栋商业大楼注入温润的能量 布里特中心的木材全部来自在地 获得友善环境认证的手里脑木 而且防震 如果你走到一个城市 后一旅行的木材 你看看家庭的木材 就像一堆木材 你看看家庭的木材 还在建筑坚固 可能会有点迷糊 但他们会活动 所以我们有研究材料 有些研究材料 有些研究材料 进入中间的建筑坚固 而在建筑坚固 有些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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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栋活生生的有机大楼 聚足了所有与大自然共生的条件 而它的大脑就在这里 我们在建筑坚固 我们的研究材料 我们的研究材料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研究材料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研究材料 那会显示 我们的研究材料 在那一刻 然后所有的工具 在建筑坚固 所有的工具 都可以看到这些研究材料 可以看到这些研究材料 他们可以看到 那些研究材料 在这些研究材料 可以看到 天空出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得更好 是283kWh 对不起 製造了 和240kWh 所以我们今天做得好 两年多的时间 布里特中心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要勇敢梦想 其实很难 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耗取3000万美金的布里特中心 其实是布里特基金会 三分之一的资产 建筑成本 各种一般大楼贵了三分之一 虽然以250年的使用寿命 分平相对节能 但却让银行果如不前 一度陷入财力困境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很多东西 相同的事情 资产 资产 很惊讶 建筑不会 操作得更好 所以 在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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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找到了 我们可以建筑 创新也推动改变 布里特中心零碳排放 水电完全自给自足 在美国商业大楼 甚至全球建筑都是头一遭 对现有法规也形成挑战 例如西雅图市政府要求商业住宅的水电规则 就不适用在布里特中心 不过市府乐观齐承 正修法让更多这样能够 自己自足的绿建筑出现 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建立 而我们不知道 哪些改变需要的改变 因此我们做了 示范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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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克服许多挑战 不断克服许多挑战 这一年365天的时间 来证明他们可以一步一步 达成最严苛的国际绿建筑标准 一楼的展示馆墙上贴着上千张布里特中心 新建过程的照片 点点滴滴都印在心头 不过他们的梦想 不只打造一座创新的绿建筑 而是抛砖引玉改变都市样貌 拥有节能有趣的地球 我希望10年以后 不仅仅在美国的建筑 成为共同的建筑 但我希望它会在台北 和主席中心 我希望它会在美国的建筑 和美国的建筑 在台北的中华职棒 看趋势 说真话 独立特派员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明明 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你 谢谢小王 谢观看 中文理